北京的監管政策還會繼續進行 也很明顯就是一個不定時炸彈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的證券交易委員會 已經說了中概股就是有投資風險 所以接下來下半年 我們相關的這些中國概念國 ETF基金什麼操作呢 永明哥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提過很多 經濟面上的一個問題 股市最終當然還是要跟著經濟走 可是這個在很多的自由資本的國家裡面 這個是說得通的 但是在中國說不通 因為中國真的是一個計畫的 或者是專制的一個這樣的一個資本市場 所以與其投資中國不如投資台灣 我的看法 但如果你真的要去研究 入股的部分的話 就上陣的指數來講的話 我覺得它的經濟的狀況 尤其在最近這一段時間裡面 沒有台灣好 可是它的線型還OK 這是月線 這是月線 這個全世界股收創新高 它還在趴在地板上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它應該更弱 但是因為他們是管制經濟 所以它現在才會走成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但實際上它兩個高峰 一個2007年 一個2015年 所以這個地方它的上漲空間有限 如果要注意相關的ETF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大家去掉上陣 因為上陣重型的股票比較多 各位應該去看深圳 深圳的一些中小板 深圳中小板裡面 在台灣群域這邊有發一個ETF 代號是00643 各位可以去看 它相對於整個上陣 或者是你去看到其他的ETF裡面 它就是相對比較強 第一個它一波拉上去 然後做了一個平台整理 它也比較活潑 它也比較是屬於上升的一個軌道 這個就是中小板的一個特色 覺得還可以投資嗎 它當然是OK 因為這裡面出很多腰骨的搖籃 就是以深圳的指數來講 會不會政策亂開槍 政策亂開槍會開大的 這個小的話 其實你根本也不知道 但是它這裡面就是活碰亂跳 再來的話 如果以中概股 因為現在台灣比較少人在講中概 基本上你說 早期在大陸這邊有造證 有生產的 現在你如果在大陸生產 如果都叫中概的話 但是有一個產業很特殊 它的在中國的比例非常高 這產業是什麼呢 就是高爾夫 因為我最近有常去一些賣店 或者去問了一些那些 做高爾夫球的老闆 他說他們最近的接單 大概都接到明年的第四季 高爾夫 對 我就問他為什麼 孙醫師好 我就問他為什麼 他說很簡單的道理 去年大概美國 歐美的國家 封了一整年 所以今年就是毛起來 而且都是到戶外去 OK 所以腳踏車會好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高爾夫會好 這都算運動概念國 對 那為什麼跟中概有關係 因為他大部分都是在中國 這個地方來去做生產 所以這個產業基本上是OK的 沒有問題 可是很多人知其然不知其 所以高爾夫有很多的品牌 都不知道哪一家公司 下哪一個品牌單 比如說8924的大田 如果你有在打PXG的人 PSG的人 或打馬路蒙的人 你大概就會知道 這個就是我們大田 是比較大宗的代理的製造 如果說全世界銷量最大的 其實不是Tilermade 是卡拉威 那就是8938的一個名安 然後再來 這個比較小眾的Titleless 或者是PIN的 大概基本上是6670的副射 然後Tilermade這一塊 就是每年會找一些球星來代言的 每年會出好幾支的 這個是8928的巨名 那這裡面就銷量來講 全世界銷量最大是卡拉威 但是因為現在民安 現在出了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它的工廠在越南 越南這是疫情很嚴重 越南疫情現在超嚴重 所以它開始斷煉了 疫苗覆蓋越南不到3% 所以這裡面回過頭去 你看現在目前整個生產的狀況 跟所謂投資評價最好的 應該是8924的一個大田 那大田這一塊 第一個第二劑是三綠三生 那各位你去想 上半年已經賺了9.48 那全年的話 在不計四應該也接近快20 可是以現在的股價來講的話 本一比連10倍都不到 那這個產業的接單能見度 如果是到明年的第四季 因為很簡單 你現在都缺 卡彭也缺 銅也缺 鐵也缺 你現在所有的料件都缺 所以他們現在那個傳奇的櫃 已經都開始在排了 所以這一塊如果有壓回來到 這個區間 我現在講的就是在股市 比較不好的狀況之下 大家壓回來做一個比較穩定的投資 而且它殖利率也不錯 還有需求 對 還有缺料的問題 好 那接下來台灣在這幾天 對 剛剛在想說 這個震盪這麼多 這個時候如果中國基金 比較少碰一點 有什麼台灣的機會 相關的股票可以選嗎 對 以前我們早期選台灣的股票 第一個想法就是台積電 那再不然有這個航運時代的話 台積電的寶寶日漸銷售 對 你就是想 就是我一定要買一些名字 有聽過的對不對 可是這一段時間裡面 你做這樣的投資方法 其實賺不到錢 因為大型的股票 其實會被資金提款 也會被修正 但是現在我們去看一個 比較大的趨勢就是美國 如果你美國以納斯達克 或者是這個薩克斯 費成半導體來看 這裡面其實有一檔 非常強的股票 叫AMD的超微 它這一波是相對來講 是創新高 最近壓回 其實它還是在一個 所謂月線上升的一個多頭格局 它到底是靠什麼起來的 我想學者這邊都有特別研究到 它其實超微這一塊 今年最大就是它切入到 Intel的伺服器市場 拿到Intel伺服器的 CPU的訂單 它國內的一個供應鏈裡面 就有一檔股票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2383的台光電 為什麼要去看台光電 第一個我的觀念在前一陣子的時候 我都認為 銅價應該要持平下來了 你這家公司你拿低價的庫存 已經賣得差不多了 你接下來就是高價的庫存 你獲利不會提升 它出來的第二季居然是三綠三升 換言之就是說 其實這一塊有新的需求 什麼樣的呢 它的一些銅是用在伺服器上 所以它的這種高階的這些訂單 Whitley的訂單就出來了 出來之後cover掉它原先 庫存的一個這一塊獲利被吃掉 所以整理了很久的股票裡面 突然在最近行情比較差的時候 它反而開始竄起來 所以今年這一家公司的本益比 目前看起來是22倍 照理來講 現在比它便宜的股票滿地都是 可是這種股票是指標 因為這種股票 如果它撐在這個位置 還能攻得上去的話 對台灣股票 很多沒有信心的投資人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向 就是看著它 你可以去知道說 彈股是信心已經穩了 一個拉多的股票不會暴跌的話 我想大家應該就比較去趕買一些 比較低檔的股票 OK 好 所以現在是要有信心的時候 我們今天分析了很多 中美這個新冷戰或是科技戰 持續進行當中 那這裡面有很多也是台灣的機會 謝謝今天所有來賓 給大家很多的啟發 我們下禮拜再繼續 就有大家來開趴囉 拜拜